千万不要惹这个光头,雷哥他可是最顶尖的杀手。 世道乱不乱,雷哥说了算,雷哥一笑,生死难料。 光头雷哥舍不得杀死一只虫子,但遇到恶霸,他却每次都是秒杀。 吸气光头,刷刷牙,不口弹,经历一天开始,雷哥和好兄弟大胡子在看比赛。 雷哥的电话响了,老板拜托他去看一看其他杀手的进度。 雷哥来到现场一看,原来是两个矛头小只杀手,他们干掉目标后没做任何处理。 竟然直接把尸体扔进后备箱,而且这个后备箱的盖子还是透明的,傻子都能看出来里面是什么。 雷哥打电话给老板,推爆了情况,这两个傻乎乎的也能当杀手吗? 他们迟早被抓住,要是被抓住了,把你供出来,还不是分分钟的事。 老板一听,觉得有道理,让雷哥辛苦一下,多挖两坑,把尸体和两个杀手,也一块埋了吧。 雷哥让两个杀手,把尸体开到自己车上。 天黑以后,雷哥开车,带着两个人,赶往郊外,本来呢,是准备发坑的。 后排的小子,立不住了,想要寄两口毒品。 就见雷哥,一个急沙,面粉全部散在地上。 他生气了,乌黑的箱口,离在雷哥后脑勺。 敢威胁我,雷哥直接笑了。 雷哥趁两人不注意,猛打方向盘,车子撞在树上。 巨大的冲击力,把后座上的杀手,直接甩了出去。 副架呢,也撞得满头是血。 雷哥下车,查看情况,后排的杀手,已经摔得断了气。 看着不断露出的汽油,雷哥掏出大火机,直接点燃。 这下好了,连坑都不用歪,回去继续看比赛。 吸气光头,刷刷牙,吐狗弹,又是新的一天。 今天雷哥在群聚馆训练,馆长让他帮孩子们练拳,给15岁的小女孩当陪练。 雷哥不禁心想,这孩子什么档次,让我当他陪练。 小女孩一出手,雷哥就懵逼了。 女孩的霸气柔術真牛逼。 雷哥闪身,用十字顾,牢牢损住雷哥的身体。 雷哥挣扎了几次,都没有挣脱。 眼珠子都快被勒出来,小女孩才放手。 雷哥心里盘算,行,女孩以后呢,可以配合自己做任务。 这天,雷哥送女儿上学,可是到了学校门口,女儿迟迟不肯下车。 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。 女儿小声地告诉雷哥,班级里,有个小爸欺负自己。 雷哥以为,只是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,便表示会告诉老师,让他帮忙解决。 可放学回来,女儿看起来更不开心了。 一个人待在房间里,不肯出来。 原来,小爸变门加烈,把女儿的照片做成调情包放到了网上。 女儿觉得,一定是自己做错了什么,让同学们不喜欢自己。 可雷哥却说, 雷哥决定该为女儿做点什么了。 他找到小爸家里,遇到了小爸的妈妈,本想心平气和把事情解决。 可这家长,难不讲理,不仅一口咬定,自己的孩子不会做这种事,还警告雷哥再不走的话,就让自己的警察哥哥把雷哥抓走。 雷哥一笑,生死难料,这位家长还不知道自己面对的不是个软世子,这下算是踢到钢板上了。 结果第二天,警察交响雷哥的门铃,是雷哥杀手的身份暴露了吗? 不是,警察除了他骚扰妇女,原来,小爸的母亲真的报了警。 警察问雷哥啥,雷哥都表示,无可奉告。 警察一看,雷哥就是老油条,没办法就走掉了。 他转头看了看女儿,决定必须给那个同学一点教训。 他来到拳机馆,跟那个会霸气柔術的女孩,说明了一下情况。 打架这事,女孩从来没有输过,都孤求败啊。 女孩直接去找小爸,转头就在学校的厕所, 堵住了欺负雷哥女儿的小爸。 小爸当时就怂了,心情地点了点头,从此再也不敢靠近雷哥女儿一步, 吸起光头,刷刷牙,吐狗痰,新的一天开始。 雷哥这次呢,接了一个大活儿,委托人让雷哥赶到一个帮派的首领, 就能拿到25万美金,甚至啊,还提前预付了10万的定金。 更不可思议的是,这个委托人,就是这个帮派的二把手。 晚上,雷哥叫大胡子一起听招,目标人物很快出现, 但是雷哥呢,没有急着动手,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。 缘分之东西可遇不可求,雷哥买早饭的时候, 恰巧遇到首领,都是道上混的。 雷哥和他其实是老商池,曾经一起合作过, 但关系一般,两人热情地互相打了个招呼, 其实各怀鬼胎。 雷哥来到哥哥家里,发现他病得更重了, 在马桶的旁边躺了一夜,为了面子,也为了不给雷哥增加负担。 哥哥坚持不请护工,雷哥看着哥哥越来越虚弱的身体, 他把哥哥接到家里,雷哥家呢,没有多余的房间, 只能暂时委屈哥哥住在车库里。 雷哥的女儿和雷哥的哥哥相处很好, 哥哥的心情好了不少, 他想弟弟答应自己一件事,到了自己身体不行的时候, 他希望雷哥能把自己杀掉。 听着哥哥这些话,雷哥并没有回答, 只是呆呆地望着远方。 25万的大伙儿,暂时没有找到机会下手, 雷哥知道不能贸然行动, 要等一个机会才下手, 先干点灵活,塞塞牙缝, 洗洗光头,刷刷牙,肚口痰, 新的一天开始,雷哥上门要债, 这人呢,是个34线小演员, 小演员很有眼力见, 看见雷哥就不好惹, 立生夏季的承诺,下周三一定还钱。 雷哥见他态度诚恳,也不想过多的为难, 就是来都来了,不活动活动筋骨, 实在出不过去。 雷哥抓住演员的衣领,就要下手, 楼上一阵脚步声传来, 演员的妈妈还以为, 家里来了客人, 热情地给雷哥请了茶, 把妈妈送出门后。 有八千弄牙,没八千还钱, 雷哥一挤流星拳, 碰得演员只喊妈妈。 这人, 要等雷哥出手才还钱, 还真的是, 不见棺材不落泪, 为了让这个教训, 更加深刻一些, 雷哥抄起了, 旁边的乌克利利, 直接拍了过去, 雷哥回到老板办公室交差, 老板吞大叫了一声, 是什么让年轻半百的大男人, 八种赤色, 原来是一只和手掌一样大的蜘蛛, 雷哥起身, 用手把蜘蛛, 想扔到老板身上, 吓得老板直接跑掉, 洗洗光头, 刷上牙, 脱口弹, 今天来找雷哥的是一位父亲, 他的女儿珍妮, 十年前一百失踪, 到现在下路不明, 之前呢, 有抓到一名嫌疑人, 但是没有趋凿的证据, 只能把他放了, 现在这个父亲呢, 得了癌症, 时日不多, 他最后的愿望, 就是查清当年的真相, 活要见人, 死要见尸, 同样身为父亲的雷哥, 怎么能不理解这种心情呢, 他决定帮这个可怜的父亲一把, 雷哥潜行到嫌疑人的家里, 下面让脖子给大家继续讲, 好的, 白发老人正在做饭, 一转身, 杀手雷哥出现在身后, 你认识真理吗, 老人有些慌乱, 表示自己不认识, 并且准备报警, 雷哥笑了, 大白牙在黑暗中格外耀眼, 他得手枪上膛, 一步步逼近老人, 再一次提出相同的问题, 老人一口咬定自己不认识什么真理, 雷哥递给他一双手铐, 把自己铐上, 老人也很听话, 只是仍然死鸭子嘴硬, 直到看见雷哥打开了水龙头, 他慌了, 雷哥的耐心已经耗光了, 抓住老人的头发, 哎呦, 这怎么还带了顶甲呢, 把他摁进水槽里, 十秒钟后拽了出来, 接着掏出电击器, 直接按在他身上, 他终于交代了, 女孩的尸体在一个废弃的隧道里, 雷哥带着他去找尸体, 雷哥跟着他来到一处废弃隧道尽头, 老人扒开土壤, 挖出来一个手提箱, 看到这个箱子, 雷哥脸色好似猪肝, 他有预想到会是这个结果, 但是真正看到手提箱, 还是难掩愤怒, 可怜的小女孩被侵犯后, 躺在箱子里十年了, 第二天, 委托人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这里, 双手颤抖打开手提箱, 看到了心爱女儿的尸体, 他拿出女儿最爱的那条项链, 转身走进了隧道, 见到杀害女儿的凶手, 委托人没有打他, 也没有骂他, 只是盯着他的眼睛, 留下一句, 听到这句话, 委托人脚步停了一下, 没有任何回应, 对不起有用的话, 要雷哥干嘛, 委托人跟雷哥握了握手, 郑仲德表示感谢, 接下来就该雷哥登场了, 如此滔天的罪恶, 必须让他付出代价, 雷哥走进去, 直接让他隐恨西北, 洗洗光头刷刷牙吐口谈, 新的一天开始了, 雷哥接到, 25万目标人物的电话, 说要一起喝酒, 雷哥求之不得, 不过对方下周没空, 两人约定下下周, 雷哥挂断电话, 那就容你多活两周吧, 下下周就是你的死期, 老板看雷哥闲着没事, 就又给他接了个活, 委托人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, 前阵子跟一个女人搞暧昧, 搞过头了, 怎么甩都甩不掉, 想让雷哥帮忙解决, 一听这话, 雷哥有些犹豫, 要对女人下手, 这恐怕不太好吧, 而且不过就是一个女人而已, 用得着把人家杀了吗, 雷哥没答应也没拒绝, 准备先调查看看, 雷哥找到了那个女人, 跟他一聊才知道, 女人已经怀孕八个月了, 孩子马上就要生出来, 他也不想纠缠男人, 只想一个月要一千块钱的生活费, 没想到就因为这点钱, 男人就要杀死他, 幸亏雷哥来了解了情况, 不然又要杀错人了, 以命令的语气要求, 男人一次性付清25万的抚养费, 雷哥笑了, 你活够了吗, 不给你试试, 对于杀帮派的首领, 雷哥迟迟没能动手, 25万的委托人急了, 他找到雷哥质问, 雷哥解释了原因, 并且表示下下周, 一定让他看到25万的人头, 雷哥会怎么做呢, 目标对象是曾经的合作伙伴, 也是个帮派头目, 为了顺利进行, 雷哥叫上大胡子买了些衬手的工具, 晚上便准备行动, 雷哥找到吃鸡的感觉, 穿上吉利服, 开始当老六, 他让大胡子原地蹲上, 自己则趴在草丛里, 寻找合适的时机, 就这样趴了一整夜, 终于, 目标任务出现在视野内, 雷哥瞄准目标人物的头, 刚要扣动扳机, 两位老人出现在视野中, 那是目标人物的父母, 雷哥停住了, 他又仔细一看, 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, 那不是之前绑架自己的二傻子吗, 真是有缘, 错失机会的雷哥, 只能继续蹲守, 趴在草丛里, 蚊子钉, 蚂蚁咬, 连厕所都不赶上, 又过了一晚, 目标走进了雷哥藏身的这座小山, 机会来了, 有丛林的掩护更容易下手, 雷哥缓慢穿行, 一步步靠近着目标人物, 就在两人只有十米的距离时, 雷哥发现, 树上有红外感应器, 这帮派首领是真鸡贼啊, 坏了被发现了, 目标扭头就跑, 雷哥只能端起手枪快速瞄准, 结果能开两个枪, 也没能命中, 突如其来的枪声, 吓坏了正在放水的大火, 同样也招来了罗维娜猎犬, 两条腿终究是跑不过四驱, 罗维娜扑到雷哥身上, 雷哥只能开枪, 大胡子赶到会合地点, 雷哥赶忙上车, 一声枪起来, 后挡封玻璃被干碎, 还好他们准备充分, 在山脚换了辆车跑路, 果然, 这25万不好挣了, 不过雷哥有的是办法, 这天晚上, 帮派首领在便利店买东西, 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安排, 出门便碰到了雷哥, 目标好像不知道, 那天在山上开枪的就是雷哥, 高兴得走上前打了个招呼, 雷哥身后的面包车车门, 抱起目标就塞进了车里, 大胡子把他靠住, 首领看到两人手里的武器, 才明白过来, 这下是肯定跑不掉了, 雷哥也很坦诚, 说出了委托人, 就是你手下的二把手, 就算是死也让他死都明白, 也许是早就预想过这一天, 首领格外的淡定, 听首领讲述着他的故事, 雷哥心里五味杂陈, 雷哥虽然跟他只合作过一次, 了解并不多, 但是相处起来也算是舒服, 雷哥看着眼前的他, 知道自己终有一天, 也会落得这样的下场, 毕竟杀人无数, 总要偿命,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, 是还得继续办, 开车来到山顶, 带首领下了车, 首领表示, 这里风景不错, 当派首领闭上眼睛, 雷哥掏出手枪, 没有任何费物, 干净利落地解决, 25万到手, 雷哥却怎么都开心不起来, 洗洗光头刷刷牙, 吐口谈, 又是新的一天, 雷哥被老板的电话吵醒, 老板又给派活了, 雷哥查看监控, 老板的钱被洗劫一空, 而劫匪, 就是雷哥介绍来的好战友, 雷哥的战友离婚后, 整日酗酒, 为了让他重新振作, 雷哥把他介绍到老板这里当务, 没想到他竟然干出这样的事, 老板让雷哥解决他, 事情发生了, 必须得给老板一个交代, 不然雷哥以后也没法混, 他带着战友来到海边的悬崖上, 两人聊起了当兵时的往事, 聊起了以前的战友是多么的意气风法, 雷哥希望战友跑路, 换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, 永远不要回来, 战友站在悬崖边, 毫不犹豫地倒了下去, 战友选择了另一种方式, 永远得离开了, 战友留下一个女儿名叫麦迪, 今天是他的生日, 雷哥带着自己的女儿和麦迪一起看了场电影, 结束后去了商场, 想要顺便给麦迪挑选一份礼物, 不过是一转头的功夫, 麦迪不见了, 雷哥和女儿找遍了整个商场, 都没看到他的身影, 来到监控室, 发现麦迪被一个陌生男人带走了, 雷哥拿出手机, 拍下那人照片, 立刻给老板打去电话, 拜托老板帮忙查一下男人的身份, 随后, 又叫上大胡子一起帮忙, 老板办事效率很快, 发来了嫌疑人的定位, 雷哥立刻前往, 一脚踹开房间, 中年男人手足无措站在门口, 雷哥一个段子绝孙脚, 把男人踹倒在地, 雷哥环顾四周, 没看到麦迪的身影, 抛出手枪, 男人只是一个进的道歉, 声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, 雷哥认为这事是冲自己来的, 想了想自己得罪过的人中, 只有老板的女婿还活着, 他来到女婿家里, 静雯就朝天花打开了一枪, 什么话都不说, 对着家里, 女婿快被吓尿了, 他虽然对雷哥有气, 但也只敢说几句狠话, 借他八个胆, 也不敢冲雷哥下手啊, 与此同时, 大胡子找到了一些线索, 一个好友告诉他, 之前手下去一个地方拿货的时候, 发现那个人的家里有个小黑屋, 里面关着好几个小女孩, 这是估计就是他干的, 大胡子立刻动身, 来到白发男家里, 大胡子不惯他毛病, 一个肘鸡, 打得白发男天玄地转, 把他绑了起来, 找到小黑屋的位置, 卖地果然在里面, 大胡子先把孩子送回车上, 接着返回屋内, 把几个人锁了起来, 等着雷哥来处理, 雷哥手拿铁锹, 杀气腾腾地来到小黑屋, 老子最狠对孩子和女人下手, 屋子里传来惨叫声, 几分钟后, 雷哥满身是鞋得走了出来, 雷哥大闹女婿一家, 老板不得不把他开除, 丢了工作的雷哥, 每天陪着女儿和哥哥, 照样洗洗光头刷刷牙, 徒口谈, 开启美好一天, 这天刚上山溜完狗, 一个人端着枪从树后冒了出来, 雷哥赶紧躲避, 迅速抛枪还击, 这时右边又冒出来一个人, 在两人的突然袭击下, 雷哥有些慌神, 但很快调整好状态, 雷哥认出来, 其中一人是之前25万大单委托人的手下, 看来委托人来灭口了, 准备肉搏, 虽然雷哥个子小, 但雷哥每天练拳, 拳头硬, 身法也十分灵活, 不仅躲得快, 出拳速度还快, 上上下下, 左右组合, 一套组合拳出来, 把手下打得眼花缭乱, 手下伸只肘击的优势, 一招猛虎扑人, 把雷哥压在身下, 你扣我眼珠, 我拽你胡子, 两人越靠越近, 嘴唇不小心碰到一起, 立刻松开了手, 两人再次起身, 雷哥先是给了他一巴掌, 把他扇蒙, 接着一个转机, 结束战斗, 还不解气, 对着他的屁股躲了几脚, 回头一看, 跟随自己多年的狗子, 在刚刚的枪战中, 倒在了地上, 雷哥彻底怒了, 拿起铁锹, 朝着手下脑袋进去, 他把狗子抱上车, 简单给自己包扎了一下伤口, 这是不能就这么算了, 雷哥找到委托人, 趁他不注意, 从背后勒住脖子, 这样杀死他实在是不够解气, 雷哥只是先把他勒晕, 而和他配合的人, 正是之前绑架他的二傻子同行, 他也是个杀手, 也算是雷哥同行, 当时他要杀雷哥, 雷哥却放了他一马, 为了还人情, 他必然要帮雷哥这个忙, 而且, 这委托人办的事也实在不必了, 两人把委托人塞进后备箱, 开车来到大桥下面, 准备把他扔下水, 委托人提出用65万来买自己的命, 65万, 这个数字倒是可以考虑, 委托人也不是傻子, 他怕直接说出来, 现在就会没命, 于是提出和他们一起去拿, 两人跟着委托人来到指定地点, 同行长了个心眼, 害怕这里有陷阱, 他们把委托人留在车边, 同行盯着他以防他使诈, 雷哥开始挖坑, 果然, 土里有一个袋子, 同行低头查看, 委托人趁此机会, 撒鸭子想起, 同行赶忙追了上去, 偏偏来了个平地帅, 眼看委托人越跑越远, 一颗子弹射了过来, 雷哥见这颗子弹没能射中, 掏出枪这才追了上去, 来到树林里, 乌气骂黑, 雷哥一只眼睛还在养伤, 眼神不太好, 看到一个身影露头拍了一枪, 没想到那人是同行, 差点误杀, 走了没多远, 看到被铁丝勾住脚的大胡子, 原来雷哥早就通知大胡子, 来此地接应, 可惜枪法不太好, 让那人跑了, 雷哥一个瞎子带着两个瘸子, 准备回去拿钱, 走着走着, 吓得雷哥乱开钱, 三人抬头一看, 今天正是满月, 此地不宜久留, 三人赶紧分完钱离开了, 洗洗光头刷刷牙吐口谈, 又是新的一天, 哥哥叫来雷哥, 说想要见侄女最后一面, 雷哥明白, 多年遭受病痛折磨的哥哥, 做好了离开的准备, 他把女儿接来, 陪着哥哥玩了一下午, 离开时, 女儿像往常一样给了哥哥一个拥抱, 看着侄女离开的背影, 哥哥再也说不出话, 雷哥按照哥哥的心愿, 把他带回了老房子, 这里是两兄弟长大的地方, 他们聊了很久, 直到深夜, 雷哥对好沉睡的药水, 注射进哥哥体内, 即使心中有万般不舍, 但这样对哥哥来说才是解脱, 看着哥哥闭上眼睛, 雷哥在屋内洒满汽油, 一把火烧掉了房子, 也烧掉了自己的过去, 第二季完, 本片是中简人先生的第二季, 本期问题, 大家还想看雷哥的第三季吗, 想看的勾三个六, 人多咱们去一座, 杀手, 是雷哥谋生的一份工作, 向来对事不对人, 从不滥炸无辜, 他是个好杀手, 好父亲, 更是个好兄弟, 本片好看, 推荐就看原片, 好了,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, 记得给伯乐点赞, 还有关注和订阅, 我们下次见了, 拜拜。